被称之为厄运先知的英国预言家帕克 他因为最近准确预言了英国女王的去世 再次引起大众的关注 特别是他对前美国总统川普的预言是否也会应验 川普是否如他所预言的将会重返白宫 美国的中期选举结果又会是怎样呢 大家好 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 我是宁静 在世界局势陷入极为动荡不安的时刻 前美国总统川普发出了一份令全世界为之震撼的重磅声明 川普在声明中坚信 如果他是美国总统而不是目前的拜登 那么就可以避免在全球各地爆发的严重危机 这个说法我是极度认同的 一个白痴统治一个全世界最强的国家 本身就是对这个国家和国民甚至是对世界的侮辱 川普指出如果他没有被选举操纵迫害 被迫离开白宫 俄罗斯就不会入侵乌克兰 统治中国的北京当局就不能威胁台湾 美国会坚守其在阿富汗的关键基地防范中共的核威胁 在上周与美国宾备法尼亚州的一次重要集会上 川普阐述了他对过去两年世界局势的另一种看法 发出了惊人的声音 并再次表示他将在2024年再次竞选美国总统 川普说 所以我可能不得不再做一次 民意调查中的数字很好 所以我可能就是需要再做一次 尽情关注 我向你保证普京不会进入乌克兰 川普告诉欢呼的人群 他双管旗下的外交策略 对俄罗斯的严厉制裁和与普京的私人关系 将阻止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 川普指出 阻止战争爆发比在战争爆发 无数乌克兰人遭受人道主义灾难危机后 再去援助他们要好得多 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我们刚刚又向乌克兰发送了130亿美元 这使我们对乌克兰的援助接近800亿美元 不应该这样对待乌克兰 应该及早帮助 川普特别指出 美国拜登政府没能制止俄罗斯的入侵 但是如果他本人还在白宫的话 普京是不会发动战争的 拜登政府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 的确多次发出了警告 但用我的话说呢 他也一直在向俄罗斯展示着自己的极度邪恶和愚蠢 拜登这个蠢货呀 说美国不会派兵残战 不会出兵保护乌克兰 川普说好吧 这让我更加愤怒 原因不同 这是以前从未发生过的 川普接着披露 他就入侵乌克兰曾严厉警告过普京 川普说 普京知道 我在的话 他是不会这样做的 我说过 普京你不会那样做的 川普说 普京他知道这一点 他知道 他知道 川普继续强调 我是对俄罗斯实施大规模制裁的人 我向你保证一件事 普京不会进入乌克兰 我向你保证 我向你保证 没有人比我更强硬 川普提到了目前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 指出同俄罗斯发动入侵战争的事件一样 他严厉而又 同北京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保持好的关系的处理方式 可以避免中共军队企图围困台湾的现状 川普似乎很了解统治中国大陆的中共当局权力斗争的残酷 他评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同普京一样是凶狠的 又是很聪明的 我认识了很多外国领导人 让我告诉你 与我们的领导人不同 他们处于游戏的顶端 川普说道 并且他指出习近平以铁腕统治 而统治的人口达到了十多亿 这足以说明他是很聪明的 川普披露 他在与习近平的谈话中 清晰的表达了他的观点和理解 即习近平就是中共当局的国王 习近平说他不是国王 我说在我这儿你是的 你是终身总统 这是一回事 川普回忆说 所以我和习近平在一起 我和他相处的很好 尽管私人关系很不错 但此前川普在接受采访时曾披露 他就台湾问题警告过习近平 如果中共当局对台湾动武的话 那么将承受不能承受的来自美国的后果 因此与普京一样 川普认为他与习近平的私人关系 以及强硬的对中共当局的政策 可以防止当前的台湾紧张局势 川普说 你有没有注意到很多北京船只 旨在台湾海峡盘旋 顺便说一句 我是总统的话 那也不会发生 川普表示 他根本不会放弃美国曾控制的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以北40英里的 庞大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 川普说我们本来可以安全撤军的 我比任何人都更想出去 我是把驻军降到2000美军的人 但我们也应该因为中共而保留巴格拉姆空军基地 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在几年前花费了数十亿美元来建造 距离中共制造核武器的地方只有一个小时的路程 川普披露在2020年多哈撤军协议签署后不久 在与塔利班领导人阿普多勒加尼巴拉达尔的电话交谈中 他警告如果塔利班对美国人造成任何伤害 美国将进行大规模反击 我和阿普多勒谈过了 我说阿普多勒别这样 阿普多勒不要这样做 不要这样做 川普说道 值得一提的是呢 在川普任期时 驻阿富汗的美军没有人死亡 被称之为美军先知的预言家 最近因为准确预言了英国女王的去世而再度名声大噪 他之前还曾成功预言了2016年川普当选美国总统 在2021年底 帕克又对川普做了新的预测 帕克当时说拜登将会被赶下台 将会被一个女人取代 帕克说他看到 在共和党中会产生一名政治新星 一个黑人女人 一个很强大的黑人女人 这个黑人女人非常支持川普 她会与川普在白宫一起工作 并且表现非常强大 根据帕克的预测来看呢 就是川普在未来将会重返白宫 关于川普的预测是否会应验呢 目前来看美国的左派已经在竭尽全力 企图让帕克的这个预言落空 正如川普所说的 左派正不惜一切代价找茬在摧毁他 大家看看之前的报道 8月8日美国联邦调查局FBI 突袭搜查川普佛罗里达庄园 抄走了川普大量私人文件 甚至他们还动了川普夫人 梅拉尼亚的衣橱 梅拉尼亚特别讨厌别人动她的东西 特别令人不齿的是 他们居然动了梅拉尼亚的内衣 所以梅拉尼亚把内衣扔掉了 尽管联调局声称戴着手套 但也实在是令人感觉作呕 难怪很久以前就有人戏称 FBI不是什么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而应该被称作是Federal Bureau of Idiots 翻译过来呢 就是联邦脑残局 现在看起来呢 这个名字是名副其实啊 9月7日呢 川普在他的社交媒体网站 真相社交上发布了一篇帖子 揭露说 联邦调查局不仅在FBI 突袭和闯入我的家 海湖庄园时偷走了我的护照 而且刚刚通过法庭文件才得知 他们还不正当的拿走了 我完整且高度机密的医疗档案 和医疗历史文件 此外呢 据福克斯新闻报道 一位熟悉此事的消息人士报告说 联邦调查局 查抄了川普40年的医疗记录 这是绝对的违法 对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 突袭搜查他家的举动 川普抨击美国联邦当局 在此事件中的做法 就像是共产党统治时期的苏联 我补充一句啊 其实更像是中共统治下的文革 在9月3日的公众集会上 川普发出强烈的声音 他说这是美国政府有史以来最令人震惊的滥用权力的行为之一 而且没有什么能比几周前的例子来的更生动 更能说明美国的自由已经真正受到危险了 FBI可耻的突袭和闯入我的家 海湖庄园 他是对正义的嘲弄 他在全世界面前嘲弄美国的法律 传统和准则 全世界都在注视着 全世界的人震惊了 在谈到突袭搜查的具体细节时 川普叹息 FBI和司法部的调查人员 以虚假的借口 获得了一位高度政治化的地方法官的许可 他们司法部和FBI在深夜挑选的那个法官 时间就在侵犯我公民自由权的闯入事件 发生前的几天 川普还透露 追打他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的人 和因电子邮件门而放了希拉里一马的人 是同一伙人 显然那些人对希拉里的事件是轻描淡写 对他却穷追蒙大 而且在普通美国百姓看来 最重要的是这伙人对希拉里的犯罪事实无视 而给川普添加的莫须有的罪名则无限期 川普说上个月被突袭的不仅仅是我的假 自从我在2015年走下金色夫妻的那一刻起 我一直在为每一位公民的希望和梦想而战 我想要代表人民 想要阻止这个国家的大规模腐败 川普还说 激进的民主党人在拼命阻止我回到白宫 他们知道我会再次收拾这个烂摊子 他们想阻止我们完成恢复美国价值观的使命 川普指出 那次突袭是以虚假的借口进行的 目的是转移民众视线为拜登脱困 并帮助左派进行即将举行的中期选举 9月5日川普又在社交媒体上发帖 批评现在的美国正在变成第三世界国家 并且处在美国历史上最危险的时期 他说到 美国正在迅速成为第三世界国家 扭曲的选举 没有国界武器化的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 创纪录的通货膨胀 有史以来最高的能源价格以及其他一切 包括我们的军队 一切都要觉醒 觉醒 觉醒 我们国家历史上最危险的时期 那么帕克对川普的预言是否会成真呢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 今天的节目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同居